现在巴黎奥运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或许你曾经看过像是这样带有环绕效果的镜头 那看起来非常的酷炫 那好像是3D动画又像是游戏画面 那你知道这种镜头是怎么拍摄的吗? 其实只要你有心也有机会可以拍出类似是这样的镜头 那接下来我们会从原理开始讲解到实际你可以怎么拍 那我们就开始吧 嗨 大家好 这里是FreshLab生理神仕士 大家在奥运看到的这种镜头 其实大概在我记得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 在运动赛事的转播上了 那确切的时间不太可靠 但是如果你有在关注运动赛事的话 那可能曾经见过像是在篮球赛事啊 棒球赛事上见过这种画面 那这种拍摄手法 那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 那就是子弹时间Body Time 那讲到子弹时间啊 不可能不讲到的就是1999年的经典电影 Matrix 骇科人物 也叫黑客帝国 那它可以说是把这种拍摄手法给发挥到连力尽致啊 那这种镜头是怎么拍摄的呢? 那其实比你想的要简单粗暴的多啊 就是在绿幕的摄影棚当中啊 架设了非常多台的相机 多到足以环绕演员360度的程度啊 然后在进入里为做出三多子弹动作的时候啊 那这些环绕的相机就咔嚓咔嚓咔嚓 以非常小的时间差 逐一的按下快门 然后再把这些照片给逐格播放啊 那调整到电影所需的24fps 也就是每秒24张 再披上绿幕背景 那就变成你看到的这个名场面了 当然只有这样其实还是不太够的 因为在架设相机的时候啊 比方说像是这台相机跟下一台相机啊 它们的机位会有空隙存在 那这个落差会造成了影像些许的不连贯 那所以剧组的解决办法是啊 用3D建模加上算读的方式去补升 所以《骇客任务》中的这个镜头啊 它大概其实是有7成是靠实拍 3成是靠动画 像是Trinity的这一T耶 它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处理耶 那也因为这种镜头实在是太经典 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那所以大宗就把这个镜头给命名为 子弹时间Bullet Time 那电影公司华纳兄弟甚至还帮Bullet Time 给做出了一个商标啊 那么你就知道它有多经典了 那么要拍摄出这样的镜头 到底需要多少台相机呢 这个要看你对画面流畅度 以及需要的时间多长而定 那以电影基础的24fps为例 那如果你需要2秒钟这样的镜头 那你就需要24x2 也就是总共48台相机 以《骇客任务》中的这个镜头来讲 就用了99台相机 那其他镜头它最多用到120台相机 所以听起来用几台相机 好像比较算是预算的问题比较大 那像是这个 就用了50台Canon相机加上红圈L镜 那这个拍摄的成本 必须要有多少可想而知 那这时候就有人问 现在科技进步 那骇客任务是1999年的技术 那难道现在就没有更进步一点的方法吗 哎呦那就是AI 就是把我们前面提到的补帧这件事情 交给AI来做运算 那现在有些付费软体 其实它们也可以做到这点 像是TOPAS这个软体 那它的CORONUS Slow Motion这个功能 就可以把你原本帧数不足的影片 给你运算到非常流畅 然后来做出慢动作的效果 那换言之 运用在子弹时间的拍摄上 如果你原本只有 比方说30台相机好了 那通过补帧 那可以运算到接近有60台 或甚至是更多台相机的流畅效果 那就可以因此 节省你的机位架设 那讲到AI补帧这件事情 我还想要提的是另外一部老电影 那1987年的RoboCop机器战警 那它第一集的反派机器人 它的动作其实就是用定格动画 拍摄而成的 像是拼鼓那样 那所以会有一些 不自然跟卡顿的状况 那网络上就有神人利用 类似的AI技术 来重置这样的镜头 让它更加的顺畅 好 我们从电影业回来讲到奥运 那巴黎奥运的子弹时间系统 其实是由阿里云所提供的 那其实它在这边不是叫做子弹时间 是小Multi Camera Repair System 那直意就是多机位回放系统 那它们是用什么相机呢 是Z-CAN 那这个系统一共部署在奥运的14个场馆 以及21项赛事当中 像是羽球啊 田径啊 篮球啊 撒蛋排球啊 乒乓球啊 等等 都能够见到这个系统的画面 也因为阿里云它具备AI云端即时运算的能力啊 那所以这个系统也能够将现场的画面 运算成精确的3D模型 然后再即时渲染 这个就是你在电视机前面看到的画面了 除了AI捕针之外 还有很多因应子弹时间所开发的科技啊 像是日本NHK大概在10年前就开发出一套系统 可以遥控多机位并到实时追踪目标来拍摄 并且在回放的时候做到子弹时间的效果 在镜球跟扣杀这种关键时刻啊 就能够做到多角度的冻结时间 那至于在一般运动转播啊 像是棒球、橄榄球这些美国的赛事啊 那用的主要是Intel的3D技术啊 那它也是是定用相同的原理啊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它架设的摄影机其实并没有到这么多台啊 那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流畅的效果 最好还是靠3D渲染所做出来的 现在也有一些厂商啊 针对子弹时间的拍摄需求啊 衍生出许多应用周边啊 像是遥控软体啊 超多机位的快门线啊 还有多机位的架设设备等等啊 那么理论上 只要你有够多台相机啊 够多只脚架 你也能够拍摄出子弹时间 对吗 嗯 你不觉得成本实在太高了吗 还记得我们片头一开始讲的 只要你有心 你也能够拍摄出子弹时间 那真的是这样吗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下一个主题啊 那就是子弹时间的平替版本 我们先要了解拍子弹时间需要拿几个要件啊 第一是各种方向的镜头 那最好是环境啊 那第二是一瞬间的同步拍摄 也就是说需要超慢动作的拍摄 或者是超高速连拍的能力 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真的需要这么多台相机啊 理论上来说 只要你的相机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 顺着这个轨迹移动的话 那应该也能够拍摄出像是子弹时间一样的效果 那也就是说你只需要一击就可以达成了 所以解决办法就是找个跑得超级快的摄影师 好啦不开玩笑 知名大佬影视飓风就曾经在bilibili百搭UP主颁奖活动上 用机械臂加上超高速摄影机 记录下百搭UP主的超级慢动作画面 它使用的也是类似的原理 那这一季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他们的频道看看 那说半天你还是没讲子弹时间平替版怎么拍啊 那这个多简单啊 超快速环绕镜头加上超慢速的动作拍摄 我给手机绑上绳子拿起来甩不就得了吗 你看多简单啊 诶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厂商就把这一切都想好了 那就是Insta360啦 只要使用能够360度全景拍摄的机种 搭配子弹时间神盒或者是自拍棒这些小配件 那子弹时间3.0它就可以自动地平线水平校准 手动调节速度 那轻松一个人就能够拍出子弹时间的画面 那看看这个效果是不是很赞呢 不是多机会买不起啊 而使Insta360更有性价比 其实啊 子弹时间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项目 那我一直很希望能够在我们频道中拍出这样的作品 那其实这一集节目的大纲 我大概在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 那刚好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子弹时间在产业方面的发展 以及你究竟该怎么样去拍摄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全部内容啦 感谢你看到这边 这里是FutureLab摄影神经室 我们下次见啦 现在再见 我来吧 我来看看 然后我来看看 谁好久不见 我来看看 我们下注午安 我们下注点